大家好,这里是居家座了 我是小镇 长寿花的花期呢 一般是在12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 因为养护环境有所差异 所以花期时间呢也会有些差异啊 现在养护的长寿花呢 一般都是已经开花了 或者打花苞了 很多朋友呢 入冬之后怕长寿花出现问题 对它是百般呵护各种照顾 结果还是出问题啊 其实长寿花它是一种比较耐冷凉的花卉啊 冬季移回室内来养护 保证室内温度在5度以上 它就能安防越冬 不用特意给它移到暖棚或者是空调好 一般室内有光照的养护环境 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求了 长寿花呢 它是在冬季开花的 如果花包还没有打开的 还需要给点肥料 可以在浇水的时候混合一点水溶肥 一般呢用花多多2号 或者是磷酸27甲都是可以的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给它灌根使用啊 这样呢是有利于它的花包打开的 长寿花它在冬季的虚水量并不高 因为它本身浸钙呢 就能储存一定的水分 是一种比较耐干旱的植物 加上冬季温度低 盆栽水分蒸发会比较慢 所以浇水一定要减少 不要太频繁 以免呢浇水过多啊 导致这个根系腐烂 这样长寿花的开花呢 就会变得遥遥无期了 今天关于长寿花的开花呢